今年第八號的颱風馬利亞 行進的路徑不斷的往南修正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預報資料顯示 因為太平洋高壓持續的增強 馬利亞颱風不排除直撲北台灣 最快可能在九號的晚間 就會發布海上和陸上的颱風警報 清浪的午後 民眾們到河邊散步 青年朋友也相約打球運動 但這樣的好天氣將被馬利亞牆台打擾了 今年第一個牆台馬利亞 從行程至今才短短三天 就變成了牆台 而根據各國氣象機構所公布的資料顯示 馬利亞牆台的路徑不斷的往南修正 而太平洋高壓也持續的在增強當中 牆台馬利亞很有可能直撲台灣北部 根據氣象觀測資料顯示 第八號颱風也是今年第一個牆台馬利亞 目前位在台灣鵝鑾比東南東方約2000多公里的位置 以每小時12公里的速度朝著西北方向移動 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51公尺 七級風半徑達200公里 如果牆台馬利亞照資料顯示的路徑前進 可能在九號晚間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路上警報也很有可能隨之發布 雖然預測的路徑是往北台灣移動 但兩年前的尼伯特將台東摧毀得滿目窗移 因此面對牆台還是要請台東的鄉親朋友們做好防台準備 記者安齊輪台東市報導